这一天从德国小真的是热闹又温馨 每年的岁末年中 细致的从德国小都会举办环保跳蚤市场 小朋友们在这一天发挥创意 除了将家中用不到的东西拿出来 也学着怎么当老板赚钱 也让整个校园充满欢笑声 走进校园叫卖声不断 因为下雨天卖场就改在教室前的走廊 为了把东西推销出去 小朋友们好卖力 而这次总共有30个班级参加 每个摊位都推出不同的 有卖吃的又像跳蚤市场一样 拿出家中用不到的 像是故事书还有玩偶等等 也很有环保概念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知福惜福 因为大家现在物质生活都很充裕 那可能家里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或者放很久的东西 都可以整理出来 做这个资源的交流 也可以帮助别人 比较没有用到 而且它又是很好 或许是这个玩具 或许是这个东西 是小孩子小学 以前小孩子的时候玩的 现在小孩子长大了 能不能把它拿出来 跟别人分享 这是第一个概念 就是有环保的概念 不要就这样马上丢掉 27号星期六补课 利用上午时间举行 家长会也加入 会长一大早也来和孩子们同乐 从得国小举行环保跳蚤市场活动 这已经成为学校的传统 不但小朋友可以体验当个老板 也可以把物品分享再利用 所以为了把东西卖出去 用尽的方法 也有像这样街头叫卖 老师们更是不得了 走在路上都成了目标 我们是把那个东西都先分好 那种二手货都拿出来卖 比方的东西 一大大想价值都来拿分来卖 就在那边旁边 叫外杀价什么的都让他们来 降价什么的都来了 就是一直在杀价 然后看到老师就这样讲 就很不错 然后就很多人一直来嘛 有的人会学到当老板的乐趣 就可以说 学说当老板要怎么当 其实我们的学生都很有创意 可以从他们的才艺表演 那一直到这个跳蚤市场 大家就会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然后创造力 然后去帮班上争取更多的班费 几个股东啊几个班级 一个班级里面的每一个同学就是股东 大家好像一个公司来做一点小生意 这是第二个概念 让学生学习 真的就是学习 怎么当老板 做生意 孩子们真的好卖力 因为除了卖东西 还设计了游戏 甚至还有马杀机 按一分钟二十元 只见交了钱 坐着就有两个小朋友左右服务 在进到另一个教室 只见有小朋友戴上安全帽 而付了钱进场的 则是拿起报纸 充当棒子猛打 这玩的是打地鼠 只要有人站起来 旁边的人就使劲打 因为报纸不会痛 倒是趣味性十足 又可以赚钱 可以当班费 又或者是做爱心 都由各班来决定 一年一度的跳蚤市场 也让崇德国小校园 充满了欢笑声 家常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